今天分享蒜油小龙虾的详细做法 这样做的小龙虾颜色金黄 蒜香味浓郁 关键它操作起来一点都不难 非常的简单啊 现在的小龙虾还是比较贵的 像我这种五六七的青虾 这边还卖到45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当地卖多少钱 买回来的小龙虾 我们用牙刷给它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在江苏地区餐饮做法的小龙虾 一般都不需要去除虾线的啊 去除虾线的小龙虾 它的肉质会比较松散 当然家庭做法或者比较介意的 也可以去除虾线 我来示范一下 尾巴中间那一片叶子 一揪一拧一拔就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虾线 新鲜的蒜子要稍微多一点啊 用小机器给它搅成茸就可以了 搅好的蒜茸加入适量清水 给它简单冲洗一遍 清洗过后的蒜茸不会有苦澀味 而且在熬制的时候不容易粘底糊锅 做出来的蒜茸小龙虾汤色就比较金黄 清洗过后的蒜茸挤干水分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最好选用这种青壳龙虾啊 它比较容易入味而且肉质比较饱满 这款蒜香龙虾料非常不错 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还准备了菜籽油和啤酒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起锅烧油 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炸出来的小龙虾 颜色更加通红透亮 而且更加容易入味 而且它的壳容易剥掉 高温炸15秒左右 倒出控油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稍微多一些菜籽油 用菜籽油做蒜茸小龙虾 是汤色金黄的关键 油热以后先下入一半蒜茸 用中小火给它煸炒熬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袋这个蒜茸龙虾 专用调味酱 它是由各种香辛料和蒜茸精心熬制而成 没有科技以狠活 它的香味也是非常独特的 简单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啤酒和长浆水 水的用量和龙虾持平就可以了 今天这边是三斤小龙虾 餐饮做法的朋友 建议用大包装的龙虾酱更实惠啊 汤水烧开以后 倒入刚才炸好的小龙虾 加入盐增加底味 加入味精增加鲜味 再加入鸡精 同样是增加鲜味 增加浓郁度 加入白糖 综合回味 保持大火先给它烧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我们倒入刚才剩下的一小半蒜茸 再给它烧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前面煸炒的蒜茸 要的是蒜香味 现在加进去的 要的是它的鲜味啊 最后再来一点点这个本草 出锅油 增加它的香味和回味 让整体的风味更加厚重一点 好 出锅 倒入一个大碗里面 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再摆盘上桌 让小龙虾更加入味啊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蒜茸小龙虾制作完成 你学会了吗 如果还是学不会啊 你把啤酒准备好 我带着小龙虾去找你